第二个是定量测量 定量测量的话 首先施灵一下波长 确定进去啊 施灵一下波长 比如说我们是540 还是40确定 啊 现在的话 我们第一个是空白啊 先数量跳下零 反回 然后调到定量测量上 确定进去 然后标准曲线法 侵电曲线 先取片刷的是根据你的标准来的 比如说我们设两个标本 好 第一个是空白是零吧 确定 然后呢 放入 我们这边还是这个这个有空白 然后呢 区域确定 然后第二个 比如说二 然后呢 吸光度 吸光度给拉过来 拉过来 好 你看 吸光别像上面就变了 然后呢 再一下就对 好 这边出了一个曲线 啊 看一下曲线 啊 现在又保存了 然后我们再返回 啊 这时候我们就有了曲线了 打开曲线就有曲线 到这边 咱们허鼓 暗闭给这是 嗯 破3 5 6